来看国际新闻 菲律宾一座沉寂了几十年的塔尔火山 昨天突然喷发 火山飞直窜云霄 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迫暂时关闭 多趟航班取消 专家警告火山可能在几天内爆发 数以万计的居民紧急撤离以撤安全 菲律宾塔尔火山蠢蠢欲动 星期一早上继续喷发大量的火山灰 菲律宾火山及地震研究所昨天预测 火山可能会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爆发 预警级别已经从一级上升到四级 疏散行动在加速进行中 预计未来几天将有大约30万人 被转移到安全地带避难 菲律宾航空当局已经下令 暂停往返首都马尼拉 尼诺伊埃奎诺国际机场直到另行通知 我国外交部表示将密切留意最新动向 至今没有大马公民受到影响 镜头转到加勒比海岛国 震惊全球的海地七级大地震 星期天届满十周年 海地总统乔夫内尔莫伊斯 连同一众高官险调 在太子港出席纪念仪式 悼念死难者 十年过去了超过30万人罹难 100万人无家可归的悲痛场景 依然历历在目 目前海地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善 还有数千人无家可归 对于重建工作停滞不前 加上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民众都对政府办事不力 感到非常愤怒 要求总统下台 阿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阿新社电视频宣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